有誰請誰 我在淡水勤策會的中部 飯到一羿圓剪魚燕 魚燕跟我說 魚腐大哥 我一定要跟你介紹一間 訪台灣的店 還好起來喔 如果有好聊的 當然就來去囉 魚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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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這間 請魚燕 一定要請是最好的 為什麼 而且喔 因為我們現在吃東西 吃別人的 開的店 這裡的東西 都是最新的 但是 口水是沒有師父 沒有師父喔 不是他做什麼 我們吃什麼喔 對 但是 他這裡都是用最新的東西 所以叫尋菜 尋菜是一部位裡面的 當季 當令食品 喔 好 你說起來有一個 沒有很寬佈 沒有很寬佈 但是東西都是一份來的 所以你吃還沒吃 很多東西都是一份 還是自己收起來 對 這是什麼 這是蘿蔔 蘿蔔 那是直接吃就好 那黃色的部分是柚子皮 那這個是高湯凍下去熬的 然後裡面有加那個 橡拔棒的那個HEMO 橡拔棒的HEMO 對 那這個叫什麼名字 就直接吃那個NIKOKOLI 那個高湯凍熬的那個 裡面有那個 NIKOKOLI 在我店裡就只要切塊肉 內行的切塊肉 切到這裡 沒有啦 裡頭謝謝 這是什麼蔥? 芽蟲、花芽、嫩芽的芽 威恩,你把手拿起來給我看 比一下大小 你看 我的鮮鮮芋蟲拿起來 這實在太小了 然後可以生吃 方頭魚 頭是幫的 還有日本的芽蟲 加一點芽蟲 加一點芽蟹跟醬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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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斷它的纖維 斷它的纖維 你們在試的是 你斷纖維的時候 交叉切把它切出來的 就剛好 因為它只有一個小段 是連接的 其他就沒有連接出 嗯嗯 所以現在纖維把它切斷以後 比較好咀嚼 對 它那個味道會出來 它口的味道會出來 好,它口的味道會出來 對 這待會兒再試一下 它的肉還會切起來 你們吃的時候 現在看它軟軟 因為待會吃的時候 它會變硬了 因為有摔布 它會恢復活力 所以還會稍微動一下 這個不用問答 它沾芥末就這樣 這樣可以吃嗎 這樣我好像沾太多 好 好 樹花這麼漂亮 啊樹樹花是藍這個 是什麼東西 它這是回家 它這個季節 它這個季節 它名叫尋采 尋就是採取當季的事例 尋就是採取 尋采 所以你現在說的這個 這回家現在這個季節就好吃了 旁邊這個是柴魚高湯的洞 好 柴魚高湯 那一般柴魚高湯去淋它 不會就對了 那你做成洞 吃起來有它的口感跟香氣 是 這隻是 青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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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上面有那個菊花的花瓣 還有一點薑膜 比較特別的是我們那個表皮的部分 有用燙火下去烤過 哦 有用燙火燒過 對 所以會有一點焦香的味道 有一點焦香的味道 有一點焦香的味道 青魚是來自於哪裡 這是台灣這個季節 當勁 是北海道 不是 當勁 台灣那個 台灣的青魚不是用燙火 燙火 燙火 台灣的青魚不是燙火 沒有像日本人很肥美 對 可是這個季節很好吃 這個季節 那橘蛤來自哪裡 這是日本IC線 哦 它這個都複印 用的小小很辛苦 因為日本他們是懷石料理 所以東西都要小小迷你 它比較好搭配 哦 東西都要小小迷你 所以是刻意培養的 對 今天是什麼 蒸蛋 蒸蛋 它裡面的蛋啊 是那個很特別的 叫做機能蛋 它是那種擦牙間 不會跌倒的 對不起 什麼蛋 機能蛋 就是擦了牙籤下去 對 它不會跌倒 它的蛋黃跟蛋白醬 蛋黃都會比蛋白多 然後很紮實 所以牙籤插進去 就不會倒 很濃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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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北海道的干貝 然後三葵 然後一個 九葵 然後一個什麼 銀杏 對 裡面有銀杏 好 好 好 你看到一顆銀杏 你看到一顆銀杏 我們台灣人喜歡用筷子 董事長覺得這是不專業的 所以你CLEAN 就是要用 你等它用手 因為它會 夢的不是很緊 它的米不用很緊的時候 用筷子容易散掉 用手就可以剛剛好 可是讓你擦了之後 這個布料也要特別好 所以連紗布都是定做的 這是也幫你調好 定做的 這是老闆姐姐負責進口的 3M芽線棒 那我就說芽線有這麼重要 他說這個芽線 那個細線 是不會像別人那麼容易斷 哦 所以可以清得更乾淨 阿西湖這味道是什麼 對 龍山魚 台灣的龍山魚 它旁邊搭配的是那個 番茄跟那個杏子 哦 是台灣產的 要吃的時候 先把旁邊的 金橘 先擠一些汁在魚上面 避免腥味 可是魚吃完還是 嘴巴有點腥的 就要吃旁邊醃過的 番茄和杏桃 然後吃一吃的時候 舌頭就會覺得比較清爽 等一下才可以吃別的魚類 不會覺得影響味道 請問這個是什麼 欸 鯛魚 日本的真鯛 然後這個 你說那個 上面是用了 它是有 用熱湯 然後去把那個 那個皮的表 去燙過 哦 用熱湯 對 燙過之後 燙過之後 那個就帶出淡淡的油脂的香氣 燙以後 它會帶出 油脂的香氣 油脂的香氣 外面通常都是用噴槍 然後我們用 如果有用炙燒的話 我們用湯 用湯 松葉蟹 松葉蟹 蟹角 蟹角 然後外面裹的是那個 它有酸豆腐皮 豆腐皮 所以吃起來會有豆腐的香氣 豆腐的香氣 豆腐的香氣 白甘米 這是熊本的 熊本的 熊本的 請問要怎麼吃 直接拿起來 然後把它倒過來吃 倒過來吃 倒過來吃 把它拿起來 倒過來吃 倒過來吃 為什麼 你這樣吃 都可以接觸魚肉的 那個 味蕾可以接受 那個 就是 讓那個魚肉是 直接 貼在味蕾上面 就對了 這個 這個是 飛海道的 角蝶 一個魚 一個交通的 那個是鯊魚的意思 它的皮 就跟鯊魚的皮 一樣 所以它是蝶魚的一種 所以叫角蝶 這個 我們有稍微用 燙火吃燒過 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加那個 火山鹽 是喜馬拉雅山那邊 三一年前的火山鹽 吃起來會有什麼 火香味 那個火山的味道 喜馬拉雅山的火山鹽 喜馬拉雅山 三一年前的 那你那個 不用瓦斯烤 是因為 不要有瓦斯味 就是會殘留一些瓦斯 然後吃的對身體不好 然後我們就用燙火烤 然後香氣也比較不好 這是喜馬拉雅的 從那邊帶 從那邊帶 那我看就對了 真的是三一年以上的 天然鹽鹽 你是不是沒有看過 沒有 沒有 下次中的 哦 那我過來 我們看一下吧 天然梅子 蠻可怕的照片 有天昌老老的照片 訣竅 我在吃的是什麼 吃的喔 吃的喔 盡量要飯吃的 飯吃的 還要包回來 對 飯吃的時候 它不會太硬 好 魚肉下去做的蛋 魚肉 把它磨得很細之後 然後加三樣跟蛋下去做的 它沒有加麵粉 可是口感吃起來比較難 產地的味噌 哦 不同產地的味噌下去炸 然後上面有那個艾滋餡的蔥花 很香 艾滋餡的蔥花 對 然後豆腐是有機的豆腐 這是我用公司的那個器材 對 人家 因為我都有人家 電話人家就去看了 所以這個鮭就是食物之鮭 這都很特別的 因為這間 雖然是比較沒有看法 對它也很容易 美食過來 但是它代表台灣飲食文化 不輸美國 日本 根本是世界第一名的 那麼 尤其裡面做工都這麼精緻 那所以它帶領 因為我們台灣很多年輕網友 每天去吃美食 然後拍上去之後 就貼到Facebook 可是為什麼這麼吃 為什麼要加鹽 那為什麼要加醬油 裡面說不出所以 那來到這一間巡產 就能夠找到為什麼吃 它真的有道理是在哪裡 那這間有聽台灣的嗎 對 太乾淨 冰淇淋也都你自己做的 那是什麼 冰沙就是情人果 柚子 熔岩和豆漿 我做的冰 一個強調就是健康 所以我今天不加牛奶 不加鮮奶的東西 所以你這樣的冰吃起來才會健康 所以情人果是我自己賣的 好酸要酸要酸要切回去 就是情人果要做冰沙 好 那你像柚子 我是特别鏡頭 那個柚子的原汁 從得到鏡頭柚子的原汁回來之後 再去做成冰沙 所以每樣東西 它出來的品質 一定會比別人高一點 高一點 可是 全部加起來的時候 你們吃的時候 整個口感都不一樣 好 謝謝